哈喽大家好我是文和 然后今天是11月7号 然后我已经来印度这边有5天了吧 我是2号早上坐飞机过来的 然后5天已经过去了 然后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吧 然后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先说一下 我在这边的一些近况 免得大家看了我之前视频 好像感觉进的什么瓶瓶窟一样 其实并没有 我朋友的话也不算是我朋友吧 其实我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然后我是有给他发工资的 首先说一下我这个拍视频不是拍旅游的 也不是说专门去拍印度 我是想进入我来印度做这个项目的整个过程 所以网上有一些跟我就是说 什么拿手吃饭这些问题啊 然后穿鞋子的问题啊 甚至有人骂我什么丑男 然后说要什么多拍印度人 唉这些东西我怎么讲呢 如果你要看那些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旅游 专门做旅游的 然后他们去拍的那些视频 我觉得有可能大家会更喜欢 因为我的话主要就是进入这个事情 就是我来印度做这个项目的第一天 到我最后 这些事情 并不是说我要刻意识的去给大家演一些东西 或去拍一些东西 如果我觉得有必要 或者大家会感兴趣我就拍一下 不感兴趣我就不会拍 而我也不会是说刻意识的去爬印度人 去黑印度人 因为其实我在来印度之前 我在今日头条上 在其他视频网站上 看到过很多关于印度旅游的视频 然后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 但是我到了这里之后 完全不是那样子的 我来的这个地方叫金奈 金奈的话是印度的第四大城市 其实发展水平很一般 但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整个这条街就是 这个就是我朋友家外面 我现在就站在他外面 他们家就是后面这一栋 后面这一栋 他们这种就是都是每一家都是一个院子 然后一大家 然后全部都住在里面 所以我不是在什么平民窟里面 甚至在网上看那些旅游视频 什么街上到处什么猴子啊牛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各种各样的分辨啊 其实在这个地方都没有 我先前前两天我还特意问他 我说怎么没有看到任何的动物 连狗都没看见 我说这难道我是来了一个假的印度吗 然后我朋友说他也不知道 他说他从出生到这里 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子的 有可能跟这个呃 我曾是或者说跟这个他这个省吧 帮吧他们叫帮 我跟他跟他们的管理手段各方面不一样 所以说感觉会感觉会好那个会好很多 所以他也不清楚那我就更不清楚了 然后我在他们家其实整体过得还是挺好的 啊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 我来了五天了 自然没拉肚子 我都自己佩服我自己真的 当然我们都没有去外面吃 前两天在酒店吃那两天之后 面都是在他家里面吃 他们家的厨房虽然很脏 但是他妈妈做东西还是可以的 我也会自己做 所以说厨房的条件有限 这个可以理解 而且他们不习惯我们那种供应方式 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各样小的东西 各种各种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的适应能力以我这样一个农村里面出来的 哇的话 我觉得我完全是能适应得了的 他爸妈都很奇怪 为什么我这么厉害 然后自己洗衣服 自己穿 自己洗衣服 然后自己炒菜做饭 然后什么东西都能自己搞得定 然后最近他们家坏了什么东西 我全部都能把它修得好 然后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一个人能有这么多技能 其实这个怎么讲 我觉得很一般吧 这个就是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 如果这都算事情的话 那我们要做的那种电子商务 然后做这种跨境电商 包括以后有可能做其他项目 那种挑战性那就更大了 是不是 所以在他家其实我是吃得好 然后睡也睡得可以 然后各方面都还 都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是能够适应下去 只是另外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们这边的工作效率真的是太低了 很低很低 我们开 我们就是最早 我要拍视频 所以我要网络 最早是建议我用那个四级网络 其实他们这边四级网络 其实速度很快了 我上传那个金字头条的视频的话 每秒反正一个也就十几二十分钟也能传得完 但是四级他们这边有流量限制 就是一个套餐最多两个GB 然后一天 两个GB其实如果视频不压缩的话也够 而视频不压缩的话就不够 如果压缩一下有可能也够 但是后面我决定还是要签一根网线 签根网线我们就花了两天时间 这个在国内真的不可能想象 就上午去呃 营业厅弄一下 然后我基本上下午就能弄好 他们这边真的拖了整整两天 两天才弄好 而且二十五兆没二十五兆的网 然后当时是花了六十块钱人民币一个 然后再加一些押金什么 总共花了千最少七三个月 花了两百四十多千斤五十块钱吧 但是还是签下来了 现在用下来还是比较好用的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当时来的时候 呃 我那个朋友他非得要在酒店跟我喝啤酒 结果感冒了 然后就生病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效率真的好低 好在他之前有公司 所以我现在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我现在重新就是开一个银行账户 开银行账户我们也搞了四天了 去了五趟银行 然后搞了四天 现在这个银行账户也没下来 他之前有个银行账户是做出口的 因为为了不跟他的那个出口交易 搞混淆 然后我们决定要开一个新的公司账户 用他的公司去开一个新的公司账户 来做这个项目 但是搞了好久好久 拖了很久 所以说 呃 就效率很低吧 呃 然后他说他们这边做事情就是这样子 效率起低 导致我 内心很焦急 好在现在住在他家里面 然后没有太多费用 所以我觉得 OK 然后就慢慢来慢慢来 就陪他那个 有可能这两天银行账户下来之后 然后就会开始去注册账号 呃 就是在亚马逊和Flipcast上去注册账号 注册完账号之后 差不多 那个货也到了 我们就会开始卖 然后开始进一些 进行一些marketing啊 一些其他的事情 看能试一下这个 现在的这边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视频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我们的状况 另外就是想让我的朋友或家人放心 我在这边其实挺好 我以我的适应能力 我觉得生存下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爸爸妈妈也确实很好很好 呃 每天三餐 基本上如果我不做 他爸妈都会准时给我做 然后虽然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但是确实我能看得出来 他们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视我 只怕我不吃 我要吃的话 什么东西他们都会密码给我弄 所以真的 从内心来讲的话还是挺感激的 然后我觉得跟我之前了解到的信息 然后加上就跟我之前了解上的信息啊 然后这些综合起来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 呃 反正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多么严重 呃 然后他们家有两室 然后有两个房间 然后有两个卫生间 然后有三个厅一个厨房 其实他们家还是很大的 然后后面为了照顾我 然后就专门躺了一个房间给我 所以我现在我自己一个房间 一个卫生间 然后他爸妈包括他自己都是睡另外一个房间 有可能大家就能理解了 所以还是很感激吧 然后只能继续有些事情急不来 你像银行账户这种事情 我说我们要不要去吹一下 他说你吹的话他们会更慢 他们甚至会不给你弄的 所以这就是他们印度 他们工作效率就是这么低 所以我拿他们也没办法 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也只能等 这种等待是很无奈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等待的途中 或者说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拍一些视频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印度 我不会刻意识地去黑衣印度 或者说去夸印度 但是我会把我所了解到的 我能真实体验到的 我会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这不是那个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来印度旅游的 能够在一个印度的家庭里面 能够生活那么长一段时间 然后能够把这些事情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家不要去觉得什么印度阿山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不要千万按这个东西 我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为了钱 并不是为了去拍视频 并不是为了去赚钱 从毛泽东上来讲 我在第一个视频里面就说过 我纯粹就是想记录一下我这个生活 Vlog的话本来我觉得在所有平台的定位 我觉得Vlog就是说要记录自己真实的生活 把自己的经历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等自己老了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你知道吧 如果说赚钱 现在我拍视频总共赚了不到两块钱 但是我已经花了那么的时间精力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 就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包括我去拍 怎么跟他们家就是做饭啊 包括去看到妹妹啊这些事情 我是觉得可以作为一个以后自己很好的一个回忆吧 所以我不会刻意识的去把拍一些东西 反正扯了这么多 最后跟大家看一下他这个街道吧 这个有可能是肯定不是低种性的 如果按种性来讲的话 他们家这附近肯定不是低种性的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他接到这附近吧 然后其实大家可看的 大家看得出来 房子的话你看都是这种一栋一栋的 我感觉比我老家的房子都还要好一点点 然后每一家的话都有一个院子 都有小汽车 然后这里有一个 V9的一个超市 这个好像就是印度的首富 然后连锁超市吧 他们家的 然后看一下 我觉得他这边有几栋房子确实挺漂亮的 这个位置据他自己讲也是属于中心的位置 所以这边房价其实并不低 这样一栋房子的话和人民币也得一两百万 所以说 Hello Yeah Taking video 刚刚这个就是我们早上新认识的 就是在他家附近这个一个 配送那个饮用水的一个中心 然后在这边上班的一个小伙子 然后从小跟他认识 然后在这里 你看这一栋房子 是不是 还有那边几栋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 所以说 并没有想象 大家想象中那么差 我真的很奇怪 奇怪 为什么说 别人拍视频 总能拍到那种猴子啊 牛啊 我在这边我就 几天了 我们骑个摩托车 也走了 估计好几十公里了 都没有看到 你看这一栋房子 是不是 好漂亮 还有那边那一栋 好漂亮 所以他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觉得我进的平民窟 其实完全没有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我最起码 适应是肯定能够适应得了的 你看这一栋房子 这一栋房子是不是也很漂亮 包括这一栋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本田的小轿车 然后他爸的话 现在计划就是 因为他们爸他们这栋房子是 有他们几兄妹的 然后现在在打官司 如果可以的话 有可能明年的话 就会把 等两年就会把这一 这一个院子全部埋下来 然后重新修一栋这种 很高的房子吧 他们说会修四五层 然后把它重新推翻重建 我们现在就是住在这里面 我们就是住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俩经常出去 骑的那个摩托车 很好骑 我昨天骑的 然后载着他跑了好远 然后 以我十来年的摩托车技术 我觉得还是比我家里面的 还好骑一点 他这边就是 是要靠左行驶 这个就比点 有点难客户 其他都还好 这个是他爸的一个小汽车 不是很贵很便宜的 那种现代 什么R10 我估计在国内都没有这个车型 他们这边好多人开这个车 这个人民币的话 也要六七万块钱于台湾 然后我们就是住在这个二楼 就是里面这一栋的二楼 在这一栋 然后 它上面还有一个天台 就是那样衣服的地方 所以说 我觉得 还好吧 另外的话 我觉得 为什么在我拍的视频里面 我也会用手去吃饭 包括为什么我不穿鞋子 我是觉得 如果说你在一个人的家里面 长期生活的话 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文化 你必须要尊重他的饮食习惯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所以说 不是说我 一个中国人 非得说什么装啊 然后用手去抓什么菜啊 这种东西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人家都可以吃 那你为什么说 到了人家家里面 你还 经常拿个筷子挑来挑去 我觉得那样子会很不好 人家会觉得你特别挑啊 然后 从毛病上来讲 他觉得你不够尊重他们 所以 为了不让他们觉得我很offensive 就是说我很冒犯他们 所以我会尽量去迁就他们的习惯 然后 不会拿筷子 然后 去 这样子 包括大部分情况下 他妈妈给我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不会去挑 说这个不好吃 那个不好吃 我是觉得 人家都能吃 那我肯定能吃 那也不会有毛病 而且他们家 特别在乎我的这种身体状况 因为他们家 这两天 都有点感冒 然后 我前两天也有点咳 我咳是那种慢性咽咽 其实我在国内也经常喝 但是他们会觉得 是不是把感冒传染给了我 然后就给我开药 我自己拿的药都还没有开始吃 就是我自己从国内拿回来的药的话 我都还没吃 然后他爸就 因为他爸是医生嘛 就给我开了很多药 各种各样的什么极致糖浆 类似极致糖浆 乱七八糟的药 给我吃了好多 后面我实在 我也不好辜负他的心意 反正拿给我我就吃 拿给我就喝 所以说 但是我后面今天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不是我感冒了 不是我有病 而是说我这种慢性咽咽 到了一个地方有可能又复发了 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后他们家才放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们反正 就他父母对我来讲 他是非常非常nice的 就是很和善和和善 我觉得还是挺感激的吧 而且他们这种宗教信仰的国家 我觉得不会有觉得太多的问题 扯了这么多 反正跟大家先聊一下这些事情吧 后面主要也就是会带大家 让我朋友带着我去这附近转一下 然后跟大家理念一下不一样的印度吧 我真的我都怀疑我自己拿了一个假的印度 然后但是我待下来 这绝对是切切实实实实实实在在 嗯的在印度 这个是没有那个的 OK好了拜拜咱们下个视频见